大家好,我是特爱聊的老王 今天咱们谈谈伦伯朗与巴士巴 伦伯朗是荷兰十七世纪的著名画家 也有人说是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欧洲十七世纪最伟大的画家之一 而这个巴士巴是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女性 就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 也是伦伯朗的一副著名油画的主要角色 这幅画的名字就叫沐浴中的巴士巴 也叫手拿大卫信件的巴士巴 这幅画伦伯朗画于1654年 现在存于卢浮宫 为什么一幅画会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呢 简单的说就是这幅画原来并没有名字 名字是后来的研究者根据画的内容 给他后起的名字 也不仅仅是这幅画 比如伦伯朗著名的叶巡 也是后人给起的名字 原画没有名字 只是16个保安队员 众筹定制的一副集体照 而且画的也不是晚上 而是白天 因为常年挂在烧煤取暖的屋里 烟熏火燎 年久褪色 结果画面变得越来越黑 越来越暗 看起来就像是晚上了 所以现在这幅画的样子叫叶巡 看起来很贴切 但是300多年前 他并不是这个样子 也没有这个名字 也不仅仅是伦伯朗的画如此 绝大多数古典油画都是如此 也不仅仅是西方的油画如此 中国的古代书画也是如此 比如中国著名的平复帖 他原来也并没有名字 只是陆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 因为这封信的第一句话就是 严先雷债恐难平复 所以因此得名平复帖 所以由此就引出了一个 如何观看和鉴赏古典油画的问题 也就是古典油画的观看之道 在说伦伯朗这幅沐浴中的88 或者首拿大卫信件的88之前 咱们先简单说说什么是图像学 图像学是研究古典绘画的一种方法论 简单的说 就是当我们看一幅古典油画时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就是叫前图像制分析 也就是这幅画当初是为什么画的 为谁画的 比如叶群就是16个保安队队员 集体凑钱委托伦伦伯朗画的一幅集体照 它是一幅委托定制 这个就是这幅画的背景 一会我们就会说到 这个背景对我们理解伦伯朗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个就叫图像制分析 就是对画面的内容的分析和描述 因为有的时候需要通过这种 对画面的分析和描述来判断画的是什么 是希腊神话还是圣经故事 来判断画中人物的身份地位和所处的环境 比如同样是17世纪的 有一位荷兰画家叫泰尔伯赫 他画的一幅画 人们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父亲的训诫 因为人们认为画的内容是一对夫妇 正在训诫自己的女儿 但是现在人们经过研究发现 这幅画其实画的是一个妓院 而是一个老宝正在陪着嫖客 挑选妓女 而第三个就是从图像制到图像学的意义的产生 简单的说就是当我们搞清了画家为谁画的 也搞清了他画的是什么之后 下面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么画 比如普桑他相隔五年画了两幅构图内容基本相同的阿卡迪亚的墓人 但是一幅画上有窟窿 而另一幅画上没有窟窿 帕诺夫斯基说 这个消失了的窟窿衍生出的意义就是中世纪的道德说教 让位于维吉尔的田园网歌 现在让我们回到伦伯朗的沐浴中的八十八 或者手拿大卫信件的八十八 让我们用图像学的方法分析一下伦伯朗的这幅作品 首先这幅画没有定制 没有委托 也就是说这幅画是伦伯朗自己创作的一幅独立作品 第二这幅画画的是圣经旧约当中的一个故事 是萨姆尔记下篇 说的是以色列的王大卫 有一天在王宫的平台上看见一个美貌的女子在洗澡 就派差人去打听 结果打听出来女人原来是约亚手下的一个战将 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 而乌利亚此时正在跟随约亚在前方与雅文人作战 大卫就把八十八接到空中与他同房 八十八就怀上了大卫的孩子 大卫召回了八十八的丈夫乌利亚 让他给约亚带封信 信中大卫就命令约亚派乌利亚到战事最危险的地方去 然后其他人都撤退 让乌利亚孤立无援被敌人杀死 结果乌利亚就真的这样被敌人杀死了 大卫一世就娶了八十八为妻 圣经中的这个故事是为了谴责大卫 是通过这个故事讲道理 先知拿单斥责大卫的恶行 耶和华也惩罚了大卫 让他与八十八生的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死去 这个故事是说即使是王也必须公正的行事 即使是王作恶也会受到上帝的惩罚 但是伦伯朗的处理显然是对这个故事想要训诫世人的道理不感兴趣 因为他把重点放在了美貌富人八十八的身上 圣经当中并没有把八十八说他是裸体 但是确实是说了大卫看见八十八在洗澡 所以伦伯朗画了一个裸体的八十八 也算是基本合理 但是为什么这幅画也叫手拿大卫信件的八十八呢 就是因为画中的八十八手中拿了一封信 而这封信边上有一个火器印 由此证明这封信来自大卫 如果没有这封信 也就不能说明这个裸女就是八十八 那么这幅画也只能叫裸女出预读 但是伦伯朗画的这个画面所呈现的时刻 与圣经故事当中的陈述和逻辑都是不相符的 因为第一圣经当中没说大卫给八十八写信 所以这封信是伦伯朗想象的 第二 大卫看见八十八洗澡的时候 还不知道他是谁 是不可能给他写信的 所以伦伯朗画的应该是他自己想象的一个情节 比如说某一天八十八接到了大卫的来信 于是沐浴更衣准备去见大卫的那个时刻 但这其实就与圣经中关于八十八的这个故事 和这个人物基本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也就是说 伦伯朗根本不是用绘画去表现圣经中大卫 与八十八的故事 更不是通过画这个故事训诫世人 而是借用这个故事的名义画一幅罗女画 而之所以让这个罗女手里拿封信 就是因为有了这封信 这幅画就是圣经题材 如果没有这封信 那么这幅画就是一张春宫图 也有人说伦伯朗的这幅画表现了八十八内心的道德挣扎 这我觉得就有点过度诠释了 圣经当中并没有记载八十八的任何道德挣扎 圣经中关注的重点是耶和华与大卫 根本就不是八十八 八十八在这个圣经故事当中 就是一个串场的龙套 难道说伦伯朗不仅把龙套想成了故事的主角 而且还自己想象了来信 沐浴 甚至还想象了道德挣扎 这恐怕就已经不是伦伯朗的想象了 这应该是看话的人对伦伯朗的想象 这就好像说潘金莲是反对封建束缚 追求自由真爱的反抗女性一样了 既然没有人委托也没有人定制 那么伦伯朗为什么要画这么一幅 遮遮掩掩掩的春宫图呢 这幅画画的时间可能可以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那就是1654年 伦伯朗生于1606年 死于1669年 活了63岁 他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 18岁出道差不多到40岁之前的20年 顺风顺水名利双收 但是40岁以后 每况愈下 很少有人找他画画 到了50岁以后破产 变卖房子 搬到犹太平民区 债务缠身到死都没还清 死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 被埋在一处无名的墓地 也就是说 这位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 在他生命的最后20年里 也就是他正值壮年 创作力最旺盛的年代里 他是既接不到什么订单 也卖不出什么画的 甚至也可以说 作为一个职业画家 靠画画为实生计 他都已经做不到了 否则他也不会债台高筑 就连那副著名的叶巡 当初也是被人拒收退货的 最后打官才闹上了法庭 被退货的原因 也没有留下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很多艺术史的文本说 说是因为伦波朗要坚持自己的艺术理解 和艺术创作 而委托方也就是那16个保安不接受 所以这之间产生的矛盾 这个说法我觉得很可疑 首先叶巡是委托定制的作品 并不是伦波朗的独立创作 当然要尊重委托方的要求和意愿 如果委托方事先承诺了伦波朗 可以随便创作 可以按照他的理解来创作 那他们最后就不会拒收 更不会打官司 而且伦波朗还输了官司 如果对方提出了要求 那伦波朗认为不符合自己的艺术理念 可以拒绝这个委托 如果委托方既没有提具体的要求 也没有说伦波朗可以随便化 那就是应该按照当时大众的常识和认知来创 就好比说我们今天要到影楼 说要拍个婚纱照 如果我没有说具体的要求 那就是大家通常认为的那种婚纱照 你不能拍出个鬼片的效果来说 这是你的艺术追求 所以我觉得伦波朗的个人际遇 是和那个时代紧密相关的 如果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历史的背景当中 去理解艺术史中的伦波朗 也许就能得到一个更合理的解释 简单来说 伦波朗成了那个时代巨变的牺牲品 尼德兰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革命 荷兰的资产阶级革命 以及荷兰的新教改革 使17世纪的荷兰 尤其是17世纪中期以后的荷兰艺术市场 基本上没有了教会和王室的定制 主导艺术市场的都是新兴的市民阶层 和靠海外贸易发家的资产阶级 而他们所主导的一种世俗化的 装饰化的 生活化的 风俗化趣味 是与巴罗克风格有了明显的不同 而伦波朗所擅长处理的 恰恰是巴罗克式的宗教与历史题材 所以这种审美价值和审美趣味的转变 是适应不了这种变化的伦波朗 就被边缘化了 伦波朗从1650年之后就很难接到订单了 靠借债度日 勉强维持了七八年以后 最后到了1657年到1658年就变卖房产宣布破产 而这副88就化于1654年 因为没有订单 所以伦波朗就自己独立创作 想在市场上出售 所以既要迎合市场的需求和趣味 又不愿意被人为是庸俗猥琐 所以明明是画了个裸女 但是又贴上了一个圣经题材的标签 所以从这幅画里边 我们可以看出 伦波朗在他最艰难的那几年当中 笨拙而勉强的迎合市场的无奈与纠结 其实伦波朗的晚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订单 只是订单太少 难以为继 也不是完全不被认可 只是认可的人太少 所以晚年 也就是伦波朗40岁到60岁这段时间 其实一点也不老 比如1653年 伦波朗还是接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委托 西西里的贵族鲁福 委托伦波朗画一幅亚里士多德像 筹金是500基尔德 鲁福说这个价格是当时意大利艺术家价格的八倍 这幅画现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 比如1661年也就是伦波朗离世的前两年 他还接到了阿姆斯特丹市政厅的委托 画一幅优利乌斯人民的阴谋 这幅画现存斯德哥尔摩国立博物馆 这些画都是伦波朗擅长和熟悉的题材 只是这种委托太少了 少到了不足以让一个职业画家以此为生 但也同时说明 伦波朗即使在他穷困潦倒 生计艰难的那些岁月里 他的艺术还是有价值的 而且价值很高 只是没有市场 一个有才华也有价值的艺术家 但没有市场应该怎么办 是迎合市场还是坚持自我 伦波朗为了生活也不得不向市场低头 也不得不迎合市场的所谓潮流和时尚 而八十八就是伦波朗的不低头 但还是不想低头的挣扎 荷兰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家 是在世人对他的艺术的忽视中离世的 他的伟大被人们再次发现 是两百年之后 一片喧嚣之中光芒万丈 也使他生命中那些曾经暗淡的时光 再次模糊不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